记者王骏中台南报道,网友昵称亏几福来跌的五党级台南市长参选人林立峰团队, 昨晚在东区平石公园举行首场Crazy Friday国际音乐节活动,最高峰时涌入约3万群众。 但今天林立峰团队质疑市井一分局长郑荣坤, 在活动结束前为举牌制止就枪要强制断电, 是在压迫五党级参选人林立峰团队直批男士井一分局设置法不当, 分局长郑荣坤于昨晚10点在会场冲上舞台阻碍DJ向观众道结束, 赶DJ下台并扬言断电,为安抚观众, 主办单位理性与警方沟通却遭拒, 明显是为了打压声势大好的林立峰。 但主办单位也对昨晚辛苦执勤的极层远景表达敬佩之意。 市井一分局长郑荣坤说明, 这场音乐会活动时间申请是从昨下午3点到晚间10点结束, 时间已经很长, 依法本该准时结束, 在接近结束时间, 他亲自向林立峰表明须一规定准时结束, 林立峰希望能延长15分钟还说考虑看看, 他回应警方依法严正执法态度, 不能打折, 因为在晚间10点警方准备举排制之前, 主办单位及结束活动, 警方并未开罚, 郑荣坤与一分局保民组长杨复仁强调, 当时警方与正分局长为向林立峰方面枪说要强制断电, 也没有敢DJ下台, 更不会打压那一党派的参选人, 警方执法会仪式同意人对违规载会场道路设摊的摊贩, 市警一分局表示, 市府停车管理处日前已公告音乐会附近道路, 停车被禁止摆设摊贩盈利, 既然主办单位精劝倒不停, 昨晚对所有违规摊贩都预开罚, 林立峰团队则说, 团队并未主动对待招商摊贩, 是一位小胖摊商成了招商, 但团队没有收小胖一分钱, 是小胖招商后说要让摊贩摆在道路上, 团队事前已提醒小胖您让摊贩摆在团队成租的国有的草皮上, 以免警方开罚, 团队已禁提醒告知责任, 小胖有说招商摆摊问题由他负责, 因为今天下午三点到晚间十点在新营区, 有第二场Crazy Friday国际音乐节活动, 林立峰团队声明, 今天活动会议规定准时结束, 且今天只有城租会城所在的南营绿兜心公园, 没有对外招商摊贩, 如外围有摊贩聚集, 与林立峰团队无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